台中厉害香菇肉羹推荐 台中厉害香菇肉羹推荐 这间喂在台中西区的 红素角香菇肉羹可是台中老套鸡推的必吃美食 红素角香菇肉羹喂在台中西区自治街上 就在台中第五市场这边 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至下午1点半 不过常常不到下午1点就卖完 想吃的朋友建议早点来 红素角香菇肉羹的内容空间还蛮宽畅的 座位数也不少 唯一的缺点就是店内没有冷气 只有电风扇 香菇肉羹都是每天新鲜现煮 就连里头的肉羹都是采用新鲜温体后腿猪肉 切成小块状 在精调配基本酱料后加入鱼浆煮成的肉羹 吃起来的口感就跟外面的肉羹不太一样 真材食料一吃就知道 香菇肉羹面小70元 面条是食用油面 喝起来相当甘甜 里头的肉羹量还不少 口感软嫩不会有腥味 除了肉羹还试得到骨骷笋 做成的笋丝及新色香菇 如果平时食量比较大的朋友 建议点大碗吃比较薄 女孩们可以点小碗 虽然营业时间写到下午1点半 不过常常提前卖完 建议想吃的朋友可以早点来 台中北区的金武路无名烧饼店 是在地人气郡村早餐店提供烧饼、蛋饼、豆浆等餐点 分量十足 用料十在 距离台中市公车站 金武双十路口走路3分钟 料理过程各司其极 小小的一个早餐店 却分为煎台区、烧饼区、烤炉等 蛋饼、肉排、萝卜糕等 现点现煎 烧饼则是从烤炉烤出酥皮 接着在台面上包入葱花等各种配料 多种食材一字排开 烧饼、油条、现烤出炉 调味料提供冬泉辣椒酱、酱油、麻油、醋、榨菜、胡椒粉、葱花、辣油、辣酱 蛋糕组合 只蛋饼加萝卜糕的组合 蛋饼不是连锁早餐那种冷冻饼皮 也非传统的面糊蛋饼 而是圈葱味的手感饼皮 外皮间的香酥分量十足 淋上蒜味酱油糕 蛋香与面皮在口中越绝越香 这里的烧饼组合相当多样 可以纯粹的加油条 也可以加肉排 荷包蛋 葱花蛋 起司 甚至是双肉排 与半根油条 加葱加辣 加酸菜 通通都加 里头的辣酸菜给好给满 爆量葱花 塞好塞满 烧饼吃起来外酥内染 再来就是感受到油条的酥脆 咸豆浆加蛋里头 还有油条丁与葱花 提出香气 滋味醇厚 带豆香气 葱花与辣椒搭配起来 好惊喜 九层塔但看起来完全不透工减料 一份只要25元 也太佛心 九层塔给好给满 北福德凉面 是最近在台中大敦路上 新开幕的凉面店 虽然说是新开幕 但其实相当低调 就像个简朴小面党 前面一台煮汤摊车 后面八台准备凉面食材 座位数说不上多 大双酱凉面65元 是炸酱加榨菜 两种口味的综合版 基底式芝麻酱 跟其他一两样打底 江苏凉面的酱 好像比较难扒上面条 但吃起来口感比较不浅 可就觉得要这样多味道 才会比较有 但北福德凉面的芝麻酱 相当稠浓 搅拌时会吸附在面条上 让口味相当有浓郁芝麻酱香 就真的像是麻酱面 或武汉热前面那么浓厚酱香 另一个特色是 细面但偏硬口感 吃起来很有嚼劲 大凉面55元 就是只有酱料跟黄瓜丝大的分量 就蛮够吃的 蛋花汤25元 每三合一汤45元 来吃台北凉面 当然必点汤 这边的汤 是用高温热汤 直接熟生蛋 加点胡椒粉 就蛮好喝的 三合一 就是味葱汤 加供丸 加蛋花汤 这家汤包 真的评价超狂 Google将近6000则评价 还能维持4.4高分 真的好猛 位在台中车站附近 位于大永街与信义街交叉口 大鲁阁新时代购物中心后方 真的是生意好到 这排队人龙没停过 蒸笼里是一颗颗硕大的汤包 一龙里面有5颗汤包 现场制作肉馅 手工包汤包 现做现蒸现卖 很酷的事 店家忙到叫你自己装饮料 这真的是一种对客人的信任 才能做到吧 汤包真的太大一颗了 这尺寸根本是包子吧 看起来平凡无奇 咬下去才知道 这糖包厉害 吃的时候请小心 咬下去真的是汤汁 会喷射到四处 肉馅很扎实 肥瘦比例刚好 喜吃辣的 店家提供甜辣酱 跟自制辣汁 加上台中甜辣酱 整个就很在地风味了 蓬松软Q的包子皮也很加分 当然扎实肉馅跟爆炸多的汤汁 才是重点 蛋饼就是朴实乌滑的古早味蛋饼 淡淡的葱香跟软软的蛋饼皮 很普通蛋也还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